于景文等人曾经随叶好轩一起去看过邵清营的情况 所以对邵清营的病情有所了解 他们四人拿起叶好轩拿出的治疗方案 细细地研读着 一个小时以后 几个人陆续放下了手中的方案 低头沉思 邵总所中的毒属于生化治疾 对于这种治疾 古代中医从来没有过心理 而且中医对于这种生化治疾的疗效并不好 我刚才对照治疾的成分 写出这个方子 但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几位的经验远远地超过我 所以我想让几位长长眼 叶好轩道 你这个方子 唐昭放下手中的方子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神思道 你这个方子包括唐药 行针 甚至还有传说中的 助游科的遗术 而且用药颇寒君臣佐世 欢欢相口啊 每个细节考虑的都相当的周到 这简直可以与古代的神方相比较了 是啊 这种方子暗和天道 深暗中医 阴阳五行之说 这是几乎能媲美其死回生的良方啊 于景文也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高明 实在是高明啊 每一味药都有存在的目的 多一味便多 少一味便少啊 实事精妙无比 尤其是数种针法相符 我实在是挑不出毛病来啊 唐渊也是惊叹道 师父 我没发言权 毛衣人放下手中的方子苦笑道 各位 我是来请各位来看方子行不行得通的 叶浩轩无奈地苦笑道 少总的病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啊 我们几个人实在是无能为力 说实在的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这方子可行不可行啊 唐昭叹道 不过 不过 小叶呀 邵总现在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 就算是再坏 情况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而这个方子就算是没用 我想也不会出什么副作用 所以 我建议你试试 唐渊道 对 我也是这种想法 余景文赋一道 那好 叶浩轩思索了一下道 那我明天先用针灸和蛀油树法试一试 如果不管用的话 再用中药试试 这样最好 余景文拿起药方又仔细地看了看 不过 小叶呀 这里面的几味药 好像只存在于传说中啊 恐怕不容易凑齐啊 尤其是这个龙咸 我想 你指的并不是龙咸香吧 当然不是 这就是龙咸 龙咸和龙咸香 是不同的概念 龙咸香是 近代所指的就是 在抹香经消化系统的产物 而古中医里面所指的龙咸 则是真正的龙的唾液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 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 在场的几位老中医 知识虽然高 但是在潜意识里 也是当龙咸只是古代中医虚构出来的 这试问这东西去哪里找呢 哟 终于不存在传说这一说 只不过好多东西到了近代 都绝迹了 龙咸的确存在 但有没有真龙 我就不知道了 那 这东西到哪里找 毛衣人问道 暂时不知道啊 我已经托人去打听这些东西了 我想很快就有结果了 叶好玄摇摇头 那这个火风之精 又是指的什么呀 凤凰的眼睛 余景闻又问 不是 这是远古一种动物的眼睛 不是真正的凤凰 叶好玄摇摇头 如果这药房能凑齐的话 真的可以起死回生了 不要说是一个植物人 就算是真死了 也能救活呀 唐昭叹道 有几位把关 我就放心了 叶好玄笑道 第二天 京城疗养院 孝叶 又继承把货 得知了叶好玄想出了办法 治疗邵青营的毒 邵家的大大小小的重要人物 全部涌到了京城疗养院 邵青营的安危 不仅仅关系到邵氏 还关系到民族企业崛起的希望 所以高层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关注 现在只有六成把握 有治疗三部分 第一针灸 第二特殊方法 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 那这又用中药了 叶好玄沉引了一下道 为什么不直接用中药 少元话听出了叶好玄话里的异样 因为 有些药材我暂时还凑不起 所以只能用前两种方法试试 如果不管用的话 我再想办法凑齐中药 什么药 我们少师就算倾家荡产也要弄来 少平和走上前来问道 这些药买不来的 我已经托人去找了 其他的药像八百年份的人参 紫芝 芝人芝麻一类的 多花些钱还是能弄来的 但是这些 必须我亲自去弄 不用担心 先试试前两套方案再说 拜托了 少元话点点头道 少老请放心就是了 如果治不好盈盈 我简直辱莫一生这两个字 各位 先回避一下吧 叶好轩笑了笑 众人知道叶好轩不能分心 所以就依然离开呢 小叶 盈盈醒来之后 我就为你们两个完婚 放心 我不会像其他那些丈母娘一样 逼着你要这个 要那个 临走的时候 陈青还不忘记给叶好轩来上这一句 叶好轩苦笑了 他真心不知道少清莹醒来以后怎么办 少清莹对自己的感情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不可能揣着明白当糊涂 但是他未婚夫的身份 也只是为了让他名正言顺地管理少事 他可没有想到过 有哪一天会假戏斟作呀 走到了病房 少清莹依然静静地躺在床上 这些天他不能进食 所以一直靠营养水调着命 虽然他的样子比起以前显得有些轻手 但他那幅不食人间烟火 让人不敢心生亵渎的样子 依然没有变 叶好轩拔下了他身上 一直挂着的水瓶丢到了一边 看着像是鼠水中的少清莹 叶好轩不由自主地 想起他出事前 为自己唱的那首歌 相见恨晚 或许有时候老天就是喜欢跟你开玩笑 但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始终 不是你的 对不起 这些天让你受苦了 我不配拥有你对我的感情 今天我只有六成的把握 希望能唤醒你 叶好轩在少清莹的额头轻轻地一吻 然后打开行医箱 铺开针带 大凡遇到病情严重的患者 叶好轩都会用上保命金针 以保证不管出现什么意外 病人都能有一口气在 以他的医术 就算是病人只有一口气 他也能保证能把人彻底地救回来 保命金针施展完毕 叶好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右手凌空一抓 数十根银针自行浮动而出 在真气的催动下 这二十多根银针虚浮在他掌心 自从达到浩然真气第四重 叶好轩对一道上的感悟 又上了一层楼 现在行针他已经无需一根一根地 去认学 赐学 只需一个动念 银针就可以自行找准学位 当然 这跟他的感知力也有关系 叶好轩的双眼缓缓地闭上 他的意识之中 出现了一个黑白世界 少青营就这样静静地 躺在他的意识之中 叶好轩掌心向下 浩然真气吸附着手中的 那数十根银针 叶好轩右手缓缓地 移至少青营的面门 手中真气意图 羞羞声不绝 他手中的银针 一根接一根地刺入少青营 身上的穴位中 如果有人看到这种行针方法 保不准会被吓得半死呀 天下哪有这样的针灸方法 叶好轩只当自己的浩然真气 进入了第四层 那殊不知啊 他的一道感悟 也跟着精进了一冲 这种超凡入胜的针灸方法 不愧对他一声支撑 行针肚气 少青营身上数百根银针不到半个小时便即行完 叶好轩最后取出一根金针 犹豫了一下 便刺入少青营头顶的百惠穴处 百惠穴至关重要 属于穴位的根源 一同举通 行完针之后 叶好轩便退到了一边 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少青营 少青营的身体情况非常地复杂 他的意识因为生化至极的原因 陷入深度睡眠 叶好轩此次行针的目的 就是要唤醒他沉睡中的意识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少青营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叶好轩为他把了把脉 得知他身体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 之前的少青营身体所有的神经系统 都陷入了休眠 刚才叶好轩的一番忙碌 虽然没有唤醒他的主意识 但是至少他身上有些神经系统恢复了 啊 不管怎么说吧 这就是好事 又等了半个小时 少青营仍然没有醒脉 叶好轩沉隐了片刻 他将少青营身上的银针收起 打算以蛀油术试一试 刚才行针看来只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了 银针一收 叶好轩双手倒绝掐起 右手急速的凌空虚晦 只见一个又一个金色符纹在半空之中形成 这些符纹是由上古大转组成 随着叶好轩的手越来越快 符纹越来越多 片刻以后 一篇玄傲的转纹 须浮在半空之中 神鬼导纹 去病隐年 随着叶好轩右手一眼 伏在半空中的导纹 一个接一个地引入少青营的身体里 十几分钟之后 金色大转已经尽数引入少青营的体内 叶好轩施展这种压箱底的柱油术 也是累得满头大汗 神鬼导纹是柱油科里面最强的一种 可以沟通天地鬼神 为患者祈福 符纹禁术消音 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 少青营右手突然一动 他似乎有了知觉 叶好轩心中一喜 他顾不上疲乏的身体 连忙走上前去为少青营把脉 明显地感觉到少青营身体里的变化 少青营身体的新陈代谢 已经恢复了许多 但是还差一点点 叶好轩微微叹息 虽然只差一点点 但是他不得不实行第三种治疗方法 因为神鬼导纹属于逆天之法 对一个人只能施展一次 再强行施展的话 非但没有效果 反而会使得其反 只差一点点虽然不甘心 但是叶好轩不得不退下来 怎么样 盈盈他醒来了没有 叶好轩一走出来 一群人全部围了上来 只差一点点 可惜 我还是没有办法让他醒来 但是 现在他的主意识虽然没有恢复 但是他可以听到别人说话 而且会思考 伯母 没事的时候 可以去跟他说说话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凑齐药材 听到 一点希望都没有 要好得多 小叶 不知道 你缺的药材是什么 邵元华问道 如果有需要我们邵氏出面的 尽管吩咐 一些稀缺的 我可以弄得到 但是有两种药材 估计有点不好弄 这些都是真正的天才地宝 是可遇不可求的 药材方面 我去想办法就好了 半个月内 我一定会凑齐 叶好轩沉沉浸了一下道 现在盈盈的部分意识已经清醒 他应该可以听得到说话 也有自己的情绪 说点他开心的 我知道了 我会陪他多说说话 陈青点点头 离开了京城疗养院 叶好轩有些忧心忡忡 药方中所稀缺的那几种药 都不算是什么问题 关键就是 龙贤和火风之精这两种灵物 不知道从何去弄啊 这两种药材 是真正的天才地宝 平时可遇不可求 叶好轩传承的记忆里面 是的的确确有这些东西的 只是寻常的地方找不到 必须是那种充满灵性 欲视隔绝的地方才有 君子 有消息没有 叶好轩拨通了君子的电话 问道 作为情报部门的君子 人脉相当的强大 五花八门的人都有接触 所以叶好轩一早就让他打听 这两种灵药的消息 虽然知道不可能这么快 但是叶好轩还是满怀希望地问 对不起老板 暂时还没有消息 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君子略带歉意地说 尽力做就是了 这两种东西是难得的天才地宝 本来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寻找到 有消息 马上通知我 叶好轩微微有些失望地挂断了电话 叶好轩所研究出的方子用到的珍稀药材 不在少数 其中单是超过数百年的野山参 成型的合手屋 以及稀缺的紫玉灵芝 都不是容易找得到的 但是这些东西跟龙贤和火凤之精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这些东西虽然珍惜 但至少还可以寻得到 那两样叶好轩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去找 叶好轩沉吟了一下 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他开着车回到了别墅里面 回到家之后 叶好轩把整个别墅都紧紧地闭上 在独立的厨房里面 现在摆满了十余种难得的天才地宝和灵药 这些灵药等东西随便一样拿到市面上去卖 都是价值连城啊 叶好轩就这样把这些价值连城的灵药 随意地摆在地上 如果让一些一道高手看到了 肯定又心疼的直咧嘴啊 同时还要大骂叶好轩爆天天物 这些东西怎么可以随意地丢在地上呢 点了点跟前的数种天才地宝和灵药 确认无误之后 叶好轩从行医箱里取出了一个瓷瓶 他把瓷瓶往手心里移倒 只见四颗金色的药丸出现在他手心 这四颗药丸割蛋大小 通体金黄 入鼻一阵清香扑来 让人闻了就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正是叶好轩用来救命的天心玉露丸 原本有十粒 但是现在用的只剩下四粒了 当初在清源的时候 炼成这十粒天心玉露丸只是偶尔 叶好轩也只是偶尔 聚齐了材料这才炼制而成 这种药加上叶好轩的医术 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用一粒就少一粒 叶好轩不认为自己 以后有好运气再炼制几粒来 这种药只要回炉祭炼 再加入一些不寻常的天才地宝 就可以洗人洗水瓦骨 是鼓舞者无上的灵药 药方所需要的数种药材 叶好轩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世俗中肯定是不行 所以叶好轩就想到了 白云庙那个江湖中人 用来交换天才地宝的市场 在那里你可以寻找到 很多平时不易寻来的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 不是用钱就能买得到的